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NC小葉 近期在國外COD圈子內發生一件大事 就是多少人同年的回憶 我們的現代戰爭2 最原始的現代戰爭2的多人重製版即將要推出 不過說這個重製版 其實它並不是真正意義上官方的重製版 而是由社群裡面的大佬製作的模組 它這個模組其實是套用在我們的現代戰爭重製版上面的 以它作為基礎的延伸改動的東西 相信對於很多新玩家來說 這個東西可能是蠻陌生的 但如果你是已經追COD這個系列 有一定時間年限以上 甚至2009年之前都有在玩的話 一直到現在應該非常清楚這是什麼意義 就大家最期待最想念的那些東西都將回來 那當然製作這個模組的人 也不單單只是把原本現代戰爭2 2009的東西全部照搬進來 還有自己獨家設置的一些像是 這個劇情裡面重製的地圖 就是原本遊戲裡面不存在 多人遊戲裡不存在是只存在於劇情裡面的一些地圖 他們把它改到多人模式裡面可以做遊玩 以及他們各式自訂的這些塗裝迷彩什麼的東西 都有加入到遊戲裡面 並且很盡可能的在現代遊戲的基礎上面 原汁原味的還原了這個2009年 當時薇薇瘋長作為一代經典的 現代戰爭2的遊戲體驗 這個模組的名字叫做H2M 也即將在今年的8月16號推出 如果你是一直有關注這方面消息的人 其實應該知道前面有一些像SM2什麼東西的 就是因為跟動詞的一些 這個智慧財產權上面的關係 所以他們被強迫停止開發 所以大家其實玩不到這種所謂的由社群的玩家 或者是這些模組大佬所製作出來的 大家渴望中的一個理想COD 但是這次他是藉由我們的MWR 也就是正式推出過的現代戰爭重製版 回基底做的一個模組 所以你沒有辦法直接獲得這個遊戲 必須要去Steam上面購買我們的現代戰爭重製版 那理論上來說這樣子應該是會少掉一些法律 結果畢竟你是真的必須要購買遊戲 而且我們玩的其實是一個模組 本質上還是在玩現代戰爭重製版 只是這個模組高度相似於現代戰爭2重製而已 我個人對於這個東西其實算是非常期待 因為現在戰爭2算是老玩家心中 一個不可以抹去的重要地位 而且是非常令人懷念的一些過往跟記憶 但是比較麻煩一點就是 這個東西因為是模組 社群裡面自製的 所以它並不存在於所謂的主伺服器 就是沒有Master Server 那這些東西如果放到台灣 到時候我們可能應該是會面臨一些 沒有伺服器可以玩的窘境 那這邊我有稍微問了一下管理員 他們是說他們提供的版本 應該是可以自駕伺服器的 那到時候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再看看能不能就是架設一些 屬於我們台灣玩家的伺服器 讓大家可以進來玩 就不用頂著高聘高延遲 想要回味一下以前的經典 還需要打這麼痛苦 那當然很可惜 我也問一下管理員 就是說他們能不能讓我提前進去試玩 因為他們有給歐美一些創作者試玩 那但是在這方面管理員 就直接已讀我不回啦 他就只有回我伺服器那部分 所以就比較可惜 要只能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放出來的所謂的 這個模組製作方的一些官方trailer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模組也預計在16號上市 剛剛有講 那現在Steam上面的MWR 現在戰爭重製版是正在打折的 然後他剛好就是打折 打到這個模組上的前一天 所以如果你很想要回味 這個現在戰爭2的重製 就是模組的話 是建議可以大家在這個時候入手 因為現在如果你是原價買 就1000出頭快買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不值 因為我自己有稍微玩一下 他現在戰爭重製的Steam版本 是超難收視的 就基本上沒有什麼人在玩 超級超級難收 而且這段收到也非常的lag 所以如果你自己想體驗一下 這個東西的話 就在這必須要購買的前提下 我還是建議趁現在打折的時候入手 不然之後原價買可能錢包 就會有一點點小痛 當然如果你是跟小野火不一樣 家財萬貫口袋很深的話 當然就不用特別在乎這個東西 好啦 由於這次沒有我自己的Gameplay 或者是我瀏覽他模組裡面 一些東西的片段可以放 所以差不多就先這樣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搜一下國外 各大YouTuber應該都有一部分人 也不是全部有收到他們邀請 有提前試玩的一些畫面出現 我們就等到模組上線的時候再見 來看看能不能弄一些我們自己的伺服器 大家一起在裡面同樂 我們這次的影片就差不多先到這邊 最後跟大家提一下 如果你買了Steam的現在戰爭的重製版的遊戲的話 應該是會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他載入遊戲如果裝著色器或怎麼樣 可能會出現記憶體操載或是亂碼的錯誤 這邊教大家 首先你一進到遊戲 如果是多人遊戲裡面 他說正在預載著色器 馬上按取消 不要讓他裝 然後進到這畫面之後按選項 然後我們進到圖形這邊 然後來到視訊下面這邊有個著色器快取 請記得把這個快取停用掉 他不知道為什麼有這奇怪的BUG 要裝著色器基本9成9會當機 如果你沒當當然很OK 但是基本上我看網路上面大家都是會當機 所以大家記得把這個快取停用掉 那單人劇情那邊也是要把這個關掉 不然就是會當機 也不知道為什麼 早期COD PC版本的真的是 這可能沒早期的 這個重製版其實也蠻近期 但是就是在跟貝特內整合之前的 PC版的COD優化都做不糟的 但是我自己稍微試了一下 可能有些有的沒的怪的BUG 如果你有遇到你在留言區跟我講 我在看能不能幫你解答 好那這部影片就先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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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